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王力宏的惨败早已注定 只是他自身一直都没有发觉 直到这次他被曾经的枕边人李静磊一步一步暴露出来 性爱成瘾 自恋性人格障碍 没有经营好自己的婚姻 性爱成瘾加自恋性人格障碍 从李静磊的爆料可知 王力宏是一个性爱成瘾加自恋性人格障碍的人 并且大多都是有迹可循 所谓性爱成瘾指的是有着非常强烈的性冲动行为 如果这种行为始终得不到满足的话 那就会变得焦虑不安 通俗的来说 性爱成瘾就像吸毒一样 容易沉溺于其中难以自拔 时间越长 上瘾的越大 解决不了就会浑身难受 同时 性爱成瘾患者也会随着欲望的增强 变得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 只要姿色稍微过得去 并且能满足自己的需求 那就会选择对很多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没错 就算是干出违法的事也会在所不惜 在性爱方面 王力宏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就有着这样的特点 前妻李静磊完全不能满足他的需求 从而背着他 长期跟各种朋友约炮 这里的朋友 失足女子 人妻 指的是发生关系的对象 反正身份并不是最重要 重要的是能否一发入魂和灵魂升华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 一个人之所以变成性爱成瘾者 很可能来自这两个方面 一个是在原生家庭和成长经历里曾受到过一定的心理创伤 内心长时间处于压抑和卑微的一面 一个是在不断跟其他人发生关系的过程中 能够从中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兴奋感和成就感 甚至内心会不自觉产生一种上瘾的病态心理 当然 除了性爱成瘾之外 李静磊在控诉王力宏的时候还提到过自恋型人格障碍这个词 所谓自恋型人格指的是 总以自我为中心 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 具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 需要别人的崇拜和关注 而纵观王力宏对待前妻李静磊的各种行为 一开始就觉得他高攀了这段婚姻 从不在乎他的感受 并没有把他当作真正的妻子对待 反而像是一个洗衣做饭和随意使唤的仆人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 逐渐证明了王力宏身上可能存在这种自恋型人格障碍 太过自恋 冷漠自私 完全感受不到李静磊的忍让和付出 从不对自己的出轨 调娼等问题反省 总是把各种错误推卸到别人身上 俗话说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同样也很难叫醒一个过度自恋的人 背后形成的主要原因 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看 王力宏的性爱成瘾和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形成 跟他的原生家庭和成长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据媒体爆料 王力宏出生于名门世家 爷爷奶奶都是高知分子 父亲母亲都毕业于台湾名牌大学 哥哥是著名医生 弟弟是华尔街富豪 在这种强大的家庭环境背景下 王力宏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 都需要走上优秀的成长道路 避免给家族丢脸 据说王力宏母亲一直对王力宏要求很高 不准他做这做那需要严格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就算是王力宏在娱乐圈中的许多工作 也都是需要他的点头允许 同时王力宏母亲在生活上 也会无微不至地照顾王力宏 如同李敬蕾所说的那般 王力宏都37岁了 但还是无法决定自己的事业和生活 大多时候只能顺从 这种家族式的教育压力下 既是好事也是坏事 一方面有利于他的个人成长 另一方面则会给他带来极大的压力 情绪容易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在节目《鲁玉有约》里 王力宏曾坦诚 自己有过很大的压力和抑郁情绪 他十几岁就独自离开美国 回到台湾发展音乐视野 那时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 刚开始发展事业非常不顺 就算在音乐上有了一定的名气 他依旧感到压力特别大 情绪上不断经历各种大起大落 甚至会抑郁到躺在床上好几天不想起来 对此王力宏逐渐急需一种途径 释放长期压力的情绪 再加上身边朋友的影响 导致走上了心爱成瘾的发泄途径 同时在这种优越的家庭背景教育下 王力宏就会形成一种高人一等的 贵族优越感和冷漠自私的心理 也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自恋型人格障碍 在这些不良的心理作用下 王力宏对前妻李静磊的付出和牺牲看不见 肆无忌惮地作死 完全没有意识到作为丈夫 父亲应该承担的责任 王力宏的作死行为 不仅把自己一步步推向深渊 而且还让原本可以幸福的婚姻支离破碎 王力宏的惨败早已注定 如果从经营婚姻的角度来看的话 王力宏的惨败其实早已注定 因为两人所掌握的情感能力 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如果按照学历来排序的话 李静磊像是个博士生 王力宏像是个小学生 婚后的李静磊 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婚姻上 一步步把王力宏整个人摸得透彻 对于李静磊来说 这八年婚姻里 他一直在培养自身的情感能力 不断地观察王力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步步思考如何经营好这段婚姻 当这段婚姻出现问题时 他会想方设法去解决 也会进行各种婚姻尝试 从中总结了一定的婚姻经营经验 而婚后的王力宏 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在婚姻上 更多的时间忙于事业 经营优质偶像人设 跟其他异性各种负距离接触 对于王力宏来说 选择结婚 他只是完成传宗接代的一个过程 并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经营 直到两人的离婚大戏爆发 王力宏就直接吃了 不好好经营婚姻的亏 被李静磊一锤一个准 而到了自身想要反击的时候 却对他一无所知 什么都不了解 因此 王力宏像只乌龟那样 乖乖地哀锤 毫无还手之力 其实从王力宏和李静磊的婚姻模式 我们可以发现 要想经营好一段婚姻 那就是男女都需要用心经营 尤其是男生方面 不能一味地把工作忙当作借口 需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经营婚姻和家庭 和爱人互相理解和包容 共同面对和解决出现的婚姻问题 而不是下班后躺在那里玩手机 家里什么事都不管 直到婚姻崩盘 也不知道自我反思 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 从来都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的 在感情里 如果从一开始就没有好好经营的想法 那最好就不要轻易入场 不然到最后会伤人伤己 一个人独自经营的婚姻 只能叫将就的搭伙过日子 两个人用心经营的婚姻 才是真正有烟火味的婚姻 未经营的婚姻 未经营的婚姻